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中国各大网站疯狂刷屏一条消息 这就是中国的护坤铁路 也就是从上海到昆明的高铁 他发现了偷工减料的质量问题的丑闻 这条消息很快就达到了本周新闻排行榜的点击第二位 因为高铁它是关系到每个人出行安全的问题了 所以高铁发现了偷工减料的质量问题 当然会引起社会各界异常的关注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爆出来一些质量问题的丑闻 那个是很正常的 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官媒自己主动爆出来质量问题的丑闻 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事件 因为中共政权自从它建政以来就立下了一个规矩 叫做报喜不报忧 也就是说中共的宣传部门啊 从来都是说自己这里好那里好 从来不会说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好的 中共它有一个一贯的看法 就是认为一旦有什么丑闻被曝光出来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 所以说中国宣传机构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千方百计去捂住盖住那些丑闻 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什么删贴封网之类的 总而言之它不能让丑闻出现在媒体上 否则啊 那就是宣传工作部门你的领导的失职 那就要受到处罚的 大家都知道 高铁是中国近年来最为得益的一个样板工程 它是作为中国形象来重点宣传的东西 所以说这些年来关于高铁的各种喜讯 让人们听得耳朵里都快出来老简了 可是关于高铁的负面问题啊 从来没有在官媒上出来报道过 除了2011年发生的那次高铁列车的追尾事故啊 因为它出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实在是隐瞒不住了 官媒啊 这才不得不报道一些关于高铁的负面问题 在此之后啊 我们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关于高铁的负面新闻了 对于在高铁的建设过程中啊 有偷工减料的质量问题 其实在中国民间早就有流传呢 但是呢 官媒啊 对这个问题一直是讳莫如深的 他从来不提 而这次中国的官媒居然自己来证实高铁的建设过程中 他确实存在有脱工减料的质量问题 这个真是太奇葩了 那么中国的官媒 他是作为党的喉舌 他为什么要自爆丑闻自毁形象呢 难道真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发现了吗 其实事情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我们要看懂这次中国官媒自爆丑闻的奇葩事件 我们就要从政治斗争的层面来理解 大家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 这就是官员的腐败问题 可是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 他却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 那么美国的反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 这就是美国采用的是反对派监督 而中国采用的是自己人监督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明自己人监督和反对派监督的区别 比如你要去调查某个官员是不是有贪腐的问题 如果你派一个跟这个官员关系很好的人去调查 那么这个人因为他的友情关系 必然会对那个官员的问题 他来给他捂一捂盖一盖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后就是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了 相反 如果你派一个这个官员的仇人去调查 那么那个仇人肯定会把这个官员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全部都给你揭发出来 连鸡毛蒜皮都不会放过 因此 你让朋友去调查 这就是自己人监督 你让仇人去调查 这个就是反对派监督了 西方搞的是多党制 那么对执政党的最有效的监督 其实并不是来自执政党他自己的一个纪律检查机关 而是来自反对党 反对党就等于是执政党的仇人了 他们就紧紧盯住执政党的一举一动不放 连个鸡毛蒜皮的丑闻 他们都不会放过的 他马上要给你曝光出来的 所以说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 他不敢轻易干有丑闻性质的违法事件 他主要就是害怕来自反对炮 来自那个反对党啊 反对派来爆料他的这些丑闻 所以呢对于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 如果是政治家们相互爆料丑闻的话 那个客观上是一件好事 这个呢反而是一个最有效的相互监督了 虽然说中国是一党执政了 他不存在反对党 但是这个中共内部 其实他也存在有反对派的 他并不是贴板一块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也是希望中国的官员们 他们出于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们来相互爆料 来相互揭发对方的丑闻 这样呢反而在客观上 可以形成一个对贪官的最好的监督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 中共内部的高官之间的团结 他们搞得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之间虽然说也有斗争 但这种内斗 它是在某种条条框框内部的 所谓叫做斗而不破 也就是说那些高官们 他们尽管有的时候也相互揭发丑闻 但他们只是在一个很小极小的范围里面讲 他们从来不会扩散到外界去 因为这些高官啊 他们有一种共识 就是大家要维护中共的整体利益 这个丑闻这些爆料 不能给他曝光出去 如果中共这条大传承的话 大家都要完蛋的 因此呢到目前为止 中共的高官还没有出现 相互公开揭发对方丑闻的事情 而那些被打倒的高官呢 他也用各种各样的厉害关系啊 把他给绑架做了 让他们啊 就是自觉的自己啊 封口不说 对丑闻的一些事情啊 他们那些被打倒的高官也是绝口不提的 最近郭文贵出来爆料中共的丑闻 但是呢 郭文贵他并不是中共党员了 他并不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一个中共原来的高官 或者现任的高官 他站出来公开的揭发中共的丑闻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中共所谓党的纪律啊 他搞的确实还是很有一套的 不过呢 现在情况啊 开始出现一个转机的征兆 就是说中共啊 似乎也开始出现用这种公开爆料的方式 来打击自己的反对派 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了 前些天香港的苹果日报 他就爆料了习近平家族的经济腐败的嫌疑 这个爆料的爆料员啊 我们相信一定是来自中共的高官 他绝不是什么来自民间企业的老板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一个用公开爆料丑闻的方式 来打击自己政敌的一个好的例子 这次中国高铁的偷工减料丑闻被曝光啊 这又是一个例子 因为这一次中国高铁偷工减料的丑闻啊 他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爆料形式 他给曝光出来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看一看 这次丑闻是怎么被爆料出来的 昨天也就是11月15日的凌晨4点左右 中国各大网站就传出了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说 日前有微博网友啊爆料 他爆出了护坤高铁贵州段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中国铁路总公司看到这个微博 爆料出来的消息之后呢 居然非常重视 他马上组成了专项的检查主 调查之后了 他证实这个被网友爆料的偷工减料 弄虚卓驾等等严重的质量问题啊 确实存在的 这个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奇葩事件 因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啊 它是一家由中央管理的正部级的国有巨型企业 它的后台硬得很呢 按道理说 这样的巨型国有企业 根本不会重视什么微博网友的爆料 他也完全不会害怕什么网友的爆料了 像护坤高铁这样 完全由国有企业承包修建的工程呢 即使是出了质量问题 他也应该由什么中央电视台啦 什么某某报纸啦之类的官方媒体来进行报道 根本轮不到你一个独立的个人身份的网友来爆料的 可是这次完全不同啊 护坤高铁的质量问题 居然不是通过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个微博的网友爆料出来的 这在以前啊 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在过去 你涉及到对中国形象不利的消息 或者说某些涉及到中国黑暗面的材料 你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式的媒体来报道 而且呢 官方这些媒体啊 在报道之前都要进国上级机关进行这个研究讨论之后呢 才允许报道 在中国一般这个老百姓他一个普通的个人 你是不允许擅自曝光对中国形象不利的消息 更不允许你揭露中国的黑暗面 所以说呢 在过去中国的网站上 如果出现网友报道对中国形象不利的消息 或者是试图揭露中国的黑暗面 这样的消息呢 马上就会被删除 严重的时候呢 甚至发消息的人啊 还会受到警告 再更何况啊 这次他曝光的高铁是中国的明星工程呢 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了 现在有人居然在微博上爆料中国的高铁 什么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这不是给中国抹黑吗 按照过去的道理 这条在微博上揭露中国黑暗面的爆料 应该马上就应该被删除的 可是这一次奇怪了 他不一样 这条以网友个人身份揭露高铁 这个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微博啊 不但没有被删除 而且他被允许广泛的流传 甚至官媒自己他就帮着流传这条微博 关于这条微博的具体情况呢 他也是由中国的官媒提供的 根据官媒的说法 11月13日上午 一个微博名为贵州热门头条的网友 发布微博称 护坤高铁贵州段部分隧道 存在偷工减料 业内资料弄虚作假等严重质量问题 该微博不仅配有隧道大桥照片 还配发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通报 文件照片若干章 我们在这里就具体看一下 这位名为贵州热门头条的网友 发布的微博 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黑照片爆料的方式啊 它是模仿郭文贵的自媒体爆料了 前面提到过 中国啊 过去是不允许老百姓以个人的身份 来揭露中国黑暗面的 可是这一次它却不同 这一次呢 中国政府啊 它是网开一面了 允许这个微博网友 以个人的身份来爆料 来揭露中国的黑暗面 难道这是中国的言论自由 放开了吗 难道是现在可以允许 老百姓曝光中国的黑暗面了吗 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 但你仔细一想啊 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啊 这个呢 是反映出来 中共内部 它的就是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啊 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形态 我们不妨这样反过来想一想 揭露黑暗面 你曝光某些部门的官员问题 那你肯定是要得罪人的 比如说你由一份官方的报纸出面 来报道这个高铁的这个弄虚作假问题 这个偷工减量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会让铁道部或者是一些高铁的单位啊 他就要丢脸 而且呢 一些官员啊 他就会丢官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这一份官方的报纸啊 他就会得罪铁道部的一大批人了 所以说呢 从官方的报纸 他的角度来看 他肯定不愿意报道这样得罪人的消息了 而且呢 你也不知道铁道部的那些官员 他们的后台到底有多硬了 如果人家的后台比你还硬的话 你去报人家的料 那不是自己去找死吗 所以说呢 现在的官员 他都非常懂明哲保身这个道理 得罪人的事情 大家一般都是不愿意干的 更何况现在中共啊 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的形势也很复杂 就是敌我是不明的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更应该避免擅自得罪什么人 在目前这种官场的氛围下 所以就有很聪明的官员啊 他就想出了一个新办法 就是用网友个人的身份来爆料 这样呢 你就不怕得罪人了 因为你可以化名一个假名字的网友 然后把那些得罪人的事情啊 通过这个网友的嘴来爆料出来 来说出来 这样呢 你被爆了的对方就不知道你这个爆料人是谁嘛 因为你这个假名字嘛 所以你也就不必担心得罪人了 那么我们看这一次爆料高铁丑闻的微博网友 他的名字为贵州热门头条 你一看就是一个假名字了 所以说铁道部的人 你看了这个假名字的人来揭发他 他也不知道具体这个人是谁了 所以呢 这样你就可以打击了你的对方 而对方呢 他却不知道到底是谁打了他一拳 他想报复也找不到人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这个官场斗争的一种新的策略 新的方式 你先用一个个人的身份 在微博上把这个高铁的丑闻给他曝光出来 然后其他的官媒我再跟上 我用转载的方式来曝光高铁的丑闻 这个时候呢 因为那些官媒你只是转载 你不是曝光 你就不会那么得罪人了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这种新形式的 就是说官场的斗争啊 他就一改过去那种直接的对抗了 就变成一种更加隐蔽 更加狡猾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斗争方式了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中国官方啊 这次为什么要自曝家属 他曝光高铁的偷工减料问题呢 在这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央视网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评论这次高铁的偷工减料问题 这篇文章啊 他就透露出了其中的玄机 央视网发表的这篇文章题目是 中国高铁起荣 塑鼠作祟 那么谁是塑鼠呢 我们都知道塑鼠那就是贪官的别称了 所以说央视网的这篇文章啊 他的题目他就点出来了 这次曝光高铁偷工减料的问题 目的就是要抓贪官 这里呢 就摘录一段央视网的这篇文章 他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啊 提出要追查责任 要抓贪官 央视网的文章他这样说 事实上 交通建设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 这一点人们都有印象 这一次建设质量出了问题 究竟是否存在独职 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理应一挖到底 让高铁建设质量蒙羞的责任人 必须买单 中国高铁关乎人民生命安全 关系祖国容易 绝不允许塑鼠作祟 那么央视网的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次中国官媒曝光 中国高铁偷工减料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突破口 他似乎以这个为突破口 以这个为借口 来狠狠抓一批贪官 在过去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的时代 那抓贪官不需要理由吗 看着谁不顺眼就抓谁了 这个呢 他就让人们就一个诟病 说你这个搞的反腐啊 是选择性反腐 那么这一次赵乐际他主管中纪委之后啊 他似乎就要想改变过去这种叫做抓贪官 不需要理由的做法 他也就是说赵乐际他要搞一个抓贪官 我也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 这样的好像才能让人们比较服气了 所以呢 如果这次他曝光出来这个高铁的这个偷工减料问题啊 他肯定就能够顺腾摸瓜 就抓住一大批贪官来 这样的 你在建设高铁中就大捞一把的这个贪官被抓出来的时候啊 他就有明显的合理的理由了 他就不会被诟病说 你这个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了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这次中共官媒曝光中国高铁偷工减料的问题啊 他其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中纪委准备大抓一批贪官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